每一天,世界都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你有留意嗎? 我們深呼吸一下 在你深呼吸的這五秒鐘 世界有很多變化 有二十個初生嬰兒出生 同時有十個人死亡 其中有三成是死於癌症和傳染病 一個深呼吸的時間 人類就吃了四百噸的食物 同時製造了二百噸的廚餘 還有一個小朋友是因為沒東西吃而餓死 只是五秒鐘 地球就不見了六千平方米的大樹 格林蘭冰川就有八萬立方米的冰川融化了 只是五秒鐘 人類就生產了一千五百噸的塑膠產品 當中有一點二噸的塑膠廢料和微塑膠 總會直接流入我們的海洋 看著這些環境污染、自然災害、疾病、氣候 每分滿每的變化 這個深呼吸 你有窄色的感覺嗎? 這些變化是不會停 除非我們停止呼吸 既然這些變化是不會停 就是用我們的力量去令世界變好 只要當下這一刻 你有為世界變好的信念 有些人就因為一個信念 不停嘗試、不停研究 成功令世界有所不同 以科技知識去減低排出海洋的工業污水 用AI配合生產過程 減排減費還可以減低成本 跨科合作 用微生物學去處理海洋微塑膠的問題 以沾身防水抗氧化塗層 減低電子零件廢物的污染 研發出高精進度的超升波儀器 令醫護可以更準確對症下藥 研究中醫藥的開發 以科學證明中醫藥的效用 令更多人受惠 一對物可以很精密 可以預防 因為各種植物曲張而人稀的健康問題 以統計學去預測傳染病的事態 制定有效的傳染病政策 世界是會不停改變 而不變的就是 人類永遠都要面對一些更新 更難以想像的問題 多得世界上不同的科學研究團隊 幫我們可以解決每一個的生存難題 可以繼續呼吸 珍惜每一個深呼吸 五秒時間足以給你構思一個 你能力以內可以影響他人 影響未來的想法 它令世界變得更好 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步 我們再深呼吸多一下 你想到嗎? 世界有你 會有甚麼不同? 好嗎? 好嗎?